阿閹雞算是稀客,為什麼呢? 因為阿閹雞跟我做節目,他沒有什麼話說 我打算上來吃東西而已 OK,有,沒問題,但你不吃 你不吃次嘛 但其實跟我做節目,就算阿靖還是怎樣 都是少話說一些的 或者阿四凱、三山哥 當然,今天我找阿閹雞 絕對不是因為我不知道網友 知不知道這些很遺來的事情 就是我們老友的三山哥 被圈中、圈內圍謝我 你知道嗎? 略有所聞 你略有所聞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憑著那些前言後語 有些人一句一句 有些人回答爹 我猜到是什麼事 OK,我就嘗試給阿靖 因為我離開的時候,那晚我有出席 首先我真的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主人家真的很大面子 因為基本上我真的不去 其實如果我知道那晚是這樣的場合 我也不去 因為多了三、五個人我就不去 我實在太被人聰明 和被人聰明了 我真的 當然,我的聰明到外面的人 其實就不太聰明了 譬如我們做完義工 2012年 阿閹雞,你記得嗎? 我是第一個決定的 我完全是不想參與任何 就是做完義工就做完義工了 但是後來呢 就因為出現了 如果沒有記錯的 就是大咪童 糟了,我忘記了 BBG事件是不是? 有嗎? 有 大咪童 主要是那個 印衣事件 哦 於是出現大埔 義工的分裂 然後我說,你找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看不過眼 才慢慢又出來 那好吧 人多就永遠 是麻煩的 而又不是個個像是閹雞一樣 這麼無所謂 閹雞真的無所謂 和我其實都是無所謂的人 當然我是會吵 但我真的閹雞,你認識我這麼多年 我吵完我真的完全沒有東西 但是我完全沒有東西 人家又不夠你吵,勢又不夠你強 口就說沒事了 心就暗暗就不夠你了 是不是? 整天這個世界都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 所以人多就是很麻煩的 我可以避就避 好像我從低俗頻道 看到那些粉絲和老闆 和那些主持人朋友 於是 低俗頻道就分裂了 我有沒有和低俗頻道的人 出去吃一頓飯半頓飯呢? 我在我硬召喚之中 可能有一餐吧 應該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我真的避得過一避 就算那些主持人 那些美女 給你哥哥一起吃東西 老母,立刻走 為甚麼呢? 我要獨善其身 免免捲入漩渦 而那些漩渦全部是好想無聊的 當然裡面有人會對 當然 但是三山哥 我看到他還在我 Facebook那邊 還拖 沒有應酬 三山哥很厲害 所以今天我就打電話給阿正 阿正 你當時在哪裡? 究竟現場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呢? 現場在三山哥說完那句話之後 是大炒還是怎樣呢? 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人的反應呢? 我一定要掌握這些事 然後我才能夠大約作個判斷 我估計 阿正呢 因為他應該正在做節目 直播 直播 那我就覺得 我估計現在的反應這麼大 應該不是棄言一句 然後就沒事了 應該是有炒大鑊的 否則就不會說 因為那天也有很多人 你不會有很多人去聚迷 集中 你知道其實每個人都在遊走 是嗎? 那… 如果你這樣問我看 最好的處理方法就是道歉 說錯說話就道歉 一死撐 即使你真是… 譬如三山哥 真是棄言也好 但有時候有些說話 說大了 就唯有 說對不起 是吧? 所以今天就叫不多三山哥上來 現場直擊 又或者 如果他這樣被人 唾棄 作為古惑仔的我 我叫他上來 用甚麼拖燈 那些等候 那些人見到 那些人見到 看到我們有些網友 那天不在 那天不在 但是 那些網友記 在Facebook上 還要… 這個是人渣 然後 結束圖 要寫三山哥 那些東西 那我現在這樣說 三山哥會不會又生氣我 我也不知道 其實 就是我真的覺得 哎呀 很煩 所以 管治在浦山 其實 甚至乎 那些粉絲和粉絲之間 我不要說 我勸一下你們 天天天在一個check room 大家聊聊天 吹吹水就算 千萬不要想著 會出來見面 甚麼啤梨晚報 又會 然後又會分裂 又會麻煩 然後有些說 這個是人渣 那個是含家產 然後又四群失望 不需要 因為人根本就是這樣 我們要失望 對人性失望就可以了 OK 好了 今天的主旋律 就是我收到一方一件事 其實就 很適合我們啤梨晚報說 因為我們啤梨晚報 是一個綜合式的 就是絕對不是一個政治評論節目 大家又搞清楚 還有娛樂 都不是 很多很多詹訊 這件事 是關於一個泛民主派 的重量級人物 泛民主派 哇 這件事真的很震撼 比上個禮拜 岳洲 父女 瓜 岳洲父女瓜 就是 更加震撼 這件事竟然 在臭屎物感下 就是因為 牽涉到一個泛民重量級人物的老婆 泛民重量級人物 和泛民重量級人物的女兒 再牽涉到一個現任的四聖家奴義 議員 以及 大都區 一個很大的政黨 新都都同盟 的 話事人 其中一個47人案 另一個叫關都都 你知道誰吧 關永都 關都業 或者 怎樣臭屎物感 這件事竟然落在我手上 搞定他的角度 關於 基於公眾的利益 本來這件事都過了 畢竟都有 兩三年三四年 就不應該再提 而且 畢竟都是自己有 對吧 但實在太離譜了 我真的不能夠不說 OK 即是 這些投訴 如果你給我 即是我們用另一個角度去說 如果你是作為關 你怎樣處理這個投訴 這個真的很考這個政治智慧 我們今晚會說這個做主題 好 要說一下上星期六發生幾件事 話說 在這個社運界裡面 OK 一直以來 尤其我第一節都說過 我就盡量 其實是我怕煩 我想自己做自己的事 我就盡量 其實是 stay away from 那些社運界的朋友 那些網友等等 因為人多就是非多 吃飯呢 我也是喜歡 譬如有時候我們蘭花系 行得密一點 那時候 就這樣大咪 客家拿我們幾個 六七個人 最多是一圍圍來 平姐 就開心 一多人就很想下飯 然後大約早上 兩三個星期左右 我突然收到一個欺客 也是我們做過客戚主持的 啤梨哥 29日吃飯 我說什麼事吃飯 有沒有我不想見的人 他說沒有 放心 全部都是自己有 那樣 我沒有問過這件事 然後 終於到29日 即是星期六 我就去附會 在議會裡面也看到 因為是比較自由的 其實有一張牆桌 很大的房間 私人地方 我想也有幾十人 是吧 怎麼說 一盤盤的東西 大家分享 或者你走一走 是很自由的 是吧 看到很多很久不見的朋友 打個招呼 然後我選擇坐在一旁 跟熟悉的人 聊兩句話 我得了一會兒就離開了 有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是的 當然 在一會兒離開之後 就發生了一件事 我下次再說 但是 在我還沒離開之前 我聽到這件事 是令我匪夷所思 我選擇了 我想了很久 究竟 將不將這件事踢爆 但是 我覺得公眾是有知情權的 因為這件事是涉及到 一些公職的人士 OK 但是為了不要影響 就是 在這件事裏面的人 盡量減低 OK 我就不會把他們的全名 說出來 OK 首先 是一件這樣的事 有一天 有一個47人案裏 當時 他現在當然在受 還押著 當時他並未還押 那個 綽號 我先想一想 那個綽號 叫做新立犯的前立法會議員 和區議員 新立犯 說不好了 印度犯 OK 說不好了 印度犯 印度面的朋友 收到一個complaint 一個街坊的complaint 他看了一個complaint 他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於是 至乎 他這個 印度面 就把這個complaint referred 了去 他在 新界東 某區 OK 的 盟友 是 新 Tutut 同盟 裡面的一個資深的區議員 就接手了這個complaint 這個區議員 接手了這個complaint 這個區議員 叫做關公 我們叫做關二哥 關二哥 關二哥 嗯 他一看 真的很難處理 有時候我將心比心 代入他 我也覺得很難處理 為什麼呢 他收到一個complaint complaint 是一個女街坊 三十多歲的一個女街坊 跟他complaint 你們 貴黨 有個黨 有個區議員 吵架了我媽媽 關二哥一看 這個三十多歲的女兒 昨天有個區議員 吵架了她的媽媽 而且還恥亂中氣 現在不回覆機 這樣 真的很難處理 他唯有 你想想 是吧 他唯有 就去問這個區議員 你有沒有這樣做 那個區議員 在關二哥 不停搖掛他 看看 那個區議員 那時候是三十多歲 而 那個投訴者的媽媽 是六十二歲 就承認 他有和這個街坊 因為工作關係認識了這個街坊 一起去澳門 共渡一宵 不過 他就只是拿球和打卡 就沒有打他 這樣說 哦 那關二哥聽見 哦 這樣也好些 原來你和他去澳門 是拿球和打卡 這件事 都不了了之 好了 但是 再掛下去 原來 這個 街坊 這個媽媽 老公 是泛民的重量級人士 來的 這麼神奇 而這個 當年和這個泛民重量級人士 的議員 他曾經 去過這個 好人 去過白甲黨 然後 如無意外 跟回歷程 就是 白甲黨 如果 入了中聯辦 那時候 一大堆人走 不就變成新 同盟 然後 又出現了 又離開 就變成什麼 什麼 都退黨 同盟 記得嗎 然後 他又 轉入了 公民袋 這個 不簡單 是誰呢 這個名字 我先給你一些貼紙 因為人家剛結婚 不久了 現在四十幾歲了 他 就是冥河上面的一艘船 OK了 好 就是這麼多 好了 我在想 我聽完這件故事之後 我大喜一驚 吵你老母 為什麼會有個街坊 來投訴自己的老母 被人吵了 這麼想得意 關公有沒有交代 沒有 因為我都是 輾轉 透過關公的人 身邊的人 聽回來 這件事 在整個民主派裡面 是個個都知道 但是就沒有人說 事情就像十一哥那件事一樣 OK 為什麼呢 叫你老母 有聲音 OK 要保護自己 這件事是怎麼發生 發出來 原來 另外 當日 這個三十幾歲 初出茅廬的議員 其實都不是很初出茅廬 三十幾歲 做街地區工作 就認識了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很熱心 為什麼熱心呢 因為她老公都是泛民的 重量級人物 OK 即是地區人士 或是這麼說 好了 當年62歲 就不知為什麼 他們兩個 在交往之中 有些曖昧 於是 一龍text message 之後 就去澳門 OK 首先 你問我 其實我就不信 他們沒有搞事 你信不信一個孤男寡女 即使62歲 你說你嚴許老的 你連球都不拿 這樣也不會跟澳門混合她 你混合她 即是一起去澳門 喂 你有沒有可能不吃 你還要拿完球 打完Karen 很明顯就是當關公 問她 你有沒有簡單的東西 沒有 人家投訴 說輕一點 我們正常是這樣 譬如老婆捉了你 你是不是叫我滾 當然沒有 你沒有搞什麼 你說謊 我立刻走 不是 我叫沒有 我沒有滾 我沒有 一場打正骨 是啊 我打正骨 甚至乎說到 他有問我要不要 我當然不讓他摸那條狠 即是死亂 好了 原來這件事是怎麼揭發出來的 最離譜 最離譜 你猜不到 原來她媽媽 是茶飯不思在哭 天天在家裡 她老公見到 她老婆你什麼事 和我女兒 就問媽媽媽你什麼事 嘔吐她之後 她竟然說出來 說被人恥亂中氣 我女兒就不想說 是誰 她說是誰 容祖兒 你媽媽 不想說 你媽媽 好 其實這個老實說 真是男婚女愛 是嗎 我覺得 但是不讓她 就要找投訴 當然要找大佬 找到印度面 但印度面 一拿這個案子 印度面 很滑頭 哇 你媽媽怎麼搞 關公 你搞得好嗎 那關公 就接了這件事 現在 這個議員 時間幾年了 結婚了 OK 甚至乎泛民的重量級人物 泛民重量級人物的老婆 和泛民重量級人物的女兒 都還在 這些是純粹八卦的事情 其實是用來賺時間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說 但是當日我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真的很好笑 覺得 你自己的媽媽被人吵了 你們在投訴什麼呢 叫人以後不要吵你的媽媽 就是吵了好笑 然後 我得一得 吃了兩塊鮑魚 那晚也很豐富的 但是 不斷意 我又趕著回去睡覺 又去看球 然後才發生一件大事 那件事是什麼事呢 因為 我想有些網友都知道 我就覺得這樣 我跟阿四 走後過亂說話也好 怎樣也好 那些朋友對他很嚴重 就撞到三三哥 所以我就不知道 那晚是否有職場要解僱 要衝突 話說我所知 如果有什麼 就 或者我集齊資料才說 因為據說 他有一個說笑的說話 我也覺得講大了 你也覺得是講大了 但是他現在還在撐著 我不管當時是真的有心 還是沒有心 也好 其實這些環境 就馬上想想 三三哥 只要那些朋友 大家都有記 是否需要把這件事 放到這麼大 另外一件事 就是要看當時的表達 如果表達是 那些人的確是惹人生厭的 但原來真的 有時候喝多了 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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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麻煩的 雖然我認為 喝多了 酒醉都可以控制自己 好 好了 有Char continent 喝多�лав 喝多了